东部地区阿败州发生森林大火 火势蔓延迅速 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10号表示 阿败州森林火灾已经导致14人死亡 超过1000人和200多台车辆正在参与灭火 由于火焰温度高 过火面积大和风力强等因素影响 灭火工作面临很大的挑战 但目前火势已经得到初步控制 火势已被控制在3500公顷的范围之内 另据哈生态与自然资源部的消息 引发本市森林大火的原因是两次雷击 8号哈 这是悲剧 注意安全吧